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y 在上一條影片我染了頭髮 有觀眾留言說 你可以兩天之後 洗完 脫光顏色之後 拍片或者拍照 來看看你的頭髮變成怎樣 現在我的頭髮就變成這樣 這樣就韌韌灰灰 顏色非常之好看 我非常之喜歡 之前已經有很多觀眾留言說 快點拍主食片 因為我太多顧慮 又懶惰 經常都找不到數 今次終於找到 在家抗疫抗疫了一段時間 煮了很多不同的食物 之前大家有追蹤我的IG 也有看到我經常都煮不同的食物 暫時來說 最受歡迎 最多人最大迴響的 就是海鹽芝士蛋糕 所以我今天就要和大家煮一煮蛋糕 其實非常之簡單 需要的材料就是這樣的 3隻雞蛋 55克的杏仁粉 然後35克的杏仁奶 杏仁奶我是用這隻的 這隻叫什麼呢 這隻好像有時白街的杏仁 特價是四十四個幾 四十三個幾 有兩包 所以很低 然後植物油 30克 然後這個 赤粗糖醇 55克 赤粗糖醇 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些零糖的糖 方便我這些低糖人士吃 或者是方便那些糖尿病人 吃了令到他們的血糖 不會升得那麼麻煩的 一些糖 如果你不是低糖 或者你不是糖尿病 你不介意吃一些邪惡一些 你可以用普通的砂糖 好了 這些材料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來做了 首先我們就要把雞蛋的蛋黃和蛋白分開 好 然後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 杏仁奶和植物油 倒進蛋黃裡 倒完之後 我們就用一個乾的 我們要確保 然後我們所有器皿 都是沒有水 要先抹乾 那我們呢 把蛋黃和這個 杏仁奶和植物油 拌勻它 好了 攪勻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杏仁粉 加進蛋黃的漿裡 那我們加之前 要拿一個篩出來 要篩一篩些粉 那你無論低筋麵粉也好 或者是這個杏仁粉也好 都可以盡量篩一篩它 那加了些杏仁粉 下去之後 我們就是這樣攪了 把它攪在一起 那用這個杏仁粉 去打進蛋黃漿裡面 就不會起筋的 那如果譬如你用低筋麵粉那些 那你就不要用這個打圈的方法 那你就要用Z型的方法去攪這個低筋麵粉 好 攪定了 那做出來大概是這樣的質地 那攪定蛋黃之後 那我們就要預熱烤爐了 那烤爐呢 那我們去開到170度 那我用呢 就是Panic Shonny那種蒸焗爐來的 那這個蒸焗爐呢 那這個蒸焗爐呢 真的非常之好用 我用來蒸菜啦 或者是蒸菜啦 或者是焗蛋糕呢 都非常之好用的 那細細部啦 又不會壓定 好啦 那接著呢 就到蛋白的部分了 那蛋白呢 我們要準備些什麼呢 那當然是蛋白啦 還有這個打蛋器的 那我們應該要加一兩滴檸檬汁下去啦 那但是我大夢 我完全忘記了要有檸檬汁這個材料 那所以我就這樣打啦 那希望都可以打得起啦 如果打不起來的話 那這條片就拜拜啦 那打蛋器一樣呢 我們要確保呢 它是沒有任何的水份的 如果不是呢 它的蛋就發不起來了 就會失敗的啦 好 那一開始呢 我們不用加任何的糖煮的 那我們呢 首先開這個的低速啦 那就是把它呢 把它呢 打到它有少許起泡的狀態 對啦 即是打到這樣的樣子 那就可以加糖下去的啦 糖呢 我們要分三次下的 那每一次呢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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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一這樣下的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開高速來打啦 然後呢 打到呢 你看到呢 那個蛋白啊 開始有少許起泡啦 起到這些蜜桃啦 是不是叫蜜桃啊 我不知道喔 有沒有人可以更正我啊 那接著呢 就加第二次的糖 然後呢 又是高速打啦 那打到呢 現在呢 開始有些紋路出現了 那我們就可以呢 加上最後一次的糖下去啦 就是用高速打的 那我相當看呢 是有這個乾性打法 和濕性打法的 那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什麼來的 那濕性打法呢 就是啦 那你譬如見到 現在前面這個尖竿呢 是吊了下去的 那就是濕性打法啦 那如果說 譬如尖竿已經是站得穩了 就是拿起來 它不會再吊下去的 那就是一個乾性的打法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打到它乾性的打法 那乾性打法呢 大家看到了 和剛才的分別呢 就是呢 它這個尖竿啊 這個是不是叫鷹嘴啊 我不會認識啊 那就不會刺下去的 那現在呢 就算是拿起來啦 打橫啦 它也是呢 直不掉的 那就OK的了 這個蛋白 好了 那蛋白和蛋黃呢 都準備好之後呢 那我們就要呢 就是把蛋白和蛋黃拌勻了 那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 三分一的蛋白 下去這個蛋黃裡的 那如果一次過呢 丟掉了蛋黃 下去的蛋白 裡面呢 那就會消泡的了 那我們呢 做這個蛋白呢 都有技巧的 就是要這樣 一路打圈 中間咳下去 打圈 中間咳下去 那你見到呢 確保這個蛋黃漿裡面呢 和蛋白已經是混混了之後 那我們就 再加一次的蛋白 進去 我們的蛋黃裡 嘩 好滿啊 它快滿寫了 攪勻了第二次的蛋黃漿 然後呢 就把它呢 加進去 剩餘的蛋白裡面 那也是同樣的方法去 把它攪勻了 那就攪好了 看到呢 那個蛋 那個蛋漿是非常之美的 那盡量不要亂攪它 因為呢 我是怕它呢 會呢 就是燒了泡之後 整個蛋糕就失敗了 那然後呢 我們會用一個六吋的模 我們今天做的是六吋的一個蛋糕 來的 那拿個模 然後呢 那我們就倒下去了 將蛋漿呢 倒進去的模之後呢 那我們就用牙籤 然後在上面呢 畫圈的 那盡量呢 可以把那些泡泡呢 你看到上面有些泡泡 那些細小粒那些 那盡量把它弄走 入焗爐之前 有一個動作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燉它兩下 大力燉它兩下 將那些泡呢 盡量燉出來 那就可以入爐了 那一百七十度 那我就烤它四十五分鐘 好那現在呢 烤到三十五分了 那我就拿出來 一下 然後呢 我們很快地 在中間湯個十字 輕輕地湯一湯 這個蛋糕已經焗好了 那焗好了出來的蛋糕呢 我們有一點點步驟要做的 那拿出來之後呢 要立刻燉兩下 然後呢 反轉它 這個蛋糕 焗好了 那有它冷卻 至少兩個小時以上 那這兩個小時呢 就有它在這裡放涼 哇 超香啊 其實不用加奶蓋 已經很好吃了 好了 那蛋糕呢 就已經焗好了 那接著呢 說明這個 海鹽芝士奶蓋蛋糕呢 那怎麼少得主角 海鹽芝士奶蓋呢 那現在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芝士奶蓋的材料了 那首先 有200克的cream cheese 那cream cheese 盡量把它放到室溫 那之後呢 有這個whipping cream 80克 然後 有杏仁奶 100克 那還有這個 尺度糖醇 那就是20克的 那當然 當然 我們不少得的 就是少量的鹽 那鹽 那鹽怎麼下呢 我們呢 就 首先 好少好少 下了下去 攪勻了之後呢 我們試一試味 如果你覺得 不夠鹹的 想再鹹少少 再慢慢下 因為我真的試過呢 一匙倒下去 然後攪完之後 是鹹到辣 然後整碗海鹽芝士奶蓋呢 就這樣就浪費了 就這樣就掉了 好 然後呢 做法呢 就非常之簡單的 只要呢 把那個Cream Cheese 硬溶它 有那麼融 就弄那麼融 然後硬溶了 那些Cream Cheese 然後就倒一些 杏仁奶 然後呢 倒了糖 下去 這樣就把它攪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了 那開頭攪的時候呢 是會噁心一點的 那呢 是有少少少 像 嘔吐蜜 那樣的樣子 但是呢 當你慢慢慢慢攪的時候呢 它越來越順滑的時候呢 就很治癒的了 那件事 其實現在慢慢慢慢呢 攪了幾攪 它都已經開始 融中了 那就可以了 那盡量呢 就是攪到它所有Cream Cheese 都溶了 那就不會起粒粒的 即是沒有了那些粒粒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了 嘩 我現在很累啊 嘩 那當你看到呢 現在這樣的Creamy的狀態了 那開始那些粒粒越來越少的時候呢 就可以將這個 這個 Whipping Cream 倒下去 嘩 那現在呢 已經看到是 好Smooth 好順滑的了 好 然後攪到差不多了 那我們呢 就把少許的鹽 就倒下去的 我們要慢慢慢慢下的 那呢 免得一會兒太鹹了 那味道調適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 用保鮮紙 包住它 好 那包好之後 那又放在一邊 那今晚就備用了 那等個蛋糕冷卻了 我們今晚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可以吃這個 海鹽芝士奶蓋蛋糕了 嗚呼 吃完飯了 那到飯後甜品的時候 那我們脫蛋糕出來的時候呢 那把刀呢 那把刀呢 在旁邊刮一刮 那然後呢 它就會整個脫了出來的了 那呢 那呢 跟著 這裡都是要 用把刀 刮一刮 哇 差了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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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跟著呢 就到最重要的環節了 那我把奶蓋淋上去了 重要的moment來了 好啦 就是這樣啦 用刮刀 一路把奶蓋刮下去 然後鋪一鋪平它 哇 哇 這次我覺得很成功 可不可以拍一下我嗎 可不可以拍一下我 麻煩 是 對 我覺得這次是非常之成功 超級邪惡的 但對於低唐人士來說 這個是OK的 不算太邪惡 嗯 這次的鹽不太鹹 OK 好 我先把我的魚翁發營 嗯 這次的蛋糕 更加有那個煤蛋 煤蛋 嘩 嘩 吃吃啊 吃的 大家記不記得我姐姐啊 如果不記得我姐姐的話 去上海的影片有她的 或者大阪的影片也有 大阪的影片也有少少少客串 是奶蓋蛋糕 家姐的第一次 好 我配忌的海鹽芝士奶蓋蛋糕 嘩 這個蛋糕其實原來不是很滑 我開始以為它會很實 很滑 但其實它是很軟的 那種感覺 是啊 那個蛋糕又不是很甜 嗯 那加上那個奶油和鹽的配合 那個混合是 剛剛好 適合 噢 噢 噢 我覺得這個值得吃 值得吃 對嗎 不是價錢的 對嗎 肥胖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 我真心覺得 如果給我 就算不是低糖也好 我都喜歡用杏仁粉做 因為它做出來的蛋味 它提升了蛋糕的蛋味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去找些材料 其實很簡單的材料 找到就可以了 這樣我會列列出來的 去試試做這個 海鹽芝士奶蓋蛋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我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一出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下次見啦 拜拜 Brush 你看 這邊 雙ک